小伙子不好意思啊 你看水杯收饭了没有 没事没事能用就行 谁还没有个大意的时候啊 走吧 你好 你就是来面试的吗 是的 我就是人事部经理 把你的简历拿过来我看一下哎 就就这学历 还好意思出来面试 谁给你的勇气啊 虽然我学历低 但是我很能吃苦的 我什么都可以学 学什么学呀 有这点时间 快把你的牙刷一刷吧 臭死了 留远点别过来 再说了 我们公司又不是杨小白的地方 谁有那闲工夫带你啊赶紧出去 这学历比我的还高 这你来了还有我什么事啊 这么巧啊 你也是来面试的 面试的怎么样啊 不太顺利啊 这的人事部经理啊 嫌我的学历太低了 人事部经理 行 你跟我来一下 我们公司的人事部经理 什么时候 变成你了 走 刚才呀 我是跟他看玩笑的 我也是来面试的 原来 原来你就是靠这种方式 来排除竞争对手的 不过 你的运气好像不太好 不用我说该怎么做了吧 老板 我可是高学历人才 你就看一下吧 学历固然重要 文凭 它只是一张纸 可人品 却值千金呢 再说了 你的学历 有它高吗 可 可 我说慢走 我送 老板 那我 恭喜你 你明天呀 就可以来公司上班了 是真的吗老板 当然是真的了 欢迎你的加入 可是老板 我明天啊 还要带我的母亲 去医院看病 我可不可以 晚几天再来上班 当然可以了 哦对了 我这儿有一些钱 你拿着吧 不不 老板 这钱我不能要 我还没来上班呢 我怎么能拿您的钱呢 你就拿着吧 之前 我不是把你的水杯也照坏了吗 再说了 这钱 我也不是白给你的 就当是预支给你的工资了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我只踏风雨 见春不仅日暮不上 乘越人海 只为与你相拥 此刻 你个臭老太婆 把钱赶紧给我拿出来 姑娘我真没拿呀 还不承认是吧 不是你拿的谁拿的 你这是干什么呢 何一位老人 有这个必要吗 你他妈谁呀 你在珠海边呀 多管闲事 阿姨我们走 站住啊 今天不把我的钱拿出来 谁也不想走 他欠你多少钱 五千 好我给你 等一下 你的事情解决完了 那阿姨的事情呢 阿姨他怎么打的你 你给我打回来 算了姑娘 别难为他了 谢谢你 还不赶快滚 阿姨 你这样很吃亏的呀 姑娘 吃亏是福 但愿这个福 让我能找到我的儿子 我是从山西过来的 我儿子已经有五年 没有回家了 可是他每个月都给我打钱 我是顺着那个打钱 的地址找过来的 是这样啊 阿姨 我和我男朋友 也是山西过来的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你去我们家 帮我们顺便打扫打扫卫生 这样 我们也能帮你找儿子 那太好了姑娘 谢谢你 谢谢你 阿姨不用谢 那我们走吧 老婆 我回来 我回来了 哎 妈 你怎么在这啊 儿子 我可找到你了 五年了 妈 既然你看到我了 你就赶紧收拾收拾东西 赶紧走吧 我不走 妈好不容易找到你了 妈留下来照顾你 妈 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吗 我现在过得好好的 你非得来打扰我的生活 我现在好不容易好起来了 我不想再因为穷 失去我现在拥有的一切 我穷怕了吗 可是儿子 妈你把最好的都给你了 可是妈 你现在走 就是对我最好的方式 如果让雅丽发现你是我妈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我回来了 雅丽 雅丽 你回来了 我找到我儿子了 我要跟他在一起 我怕再把他弄丢了 所以我要搬出去住 你和贾浩好好过日子 这几天呀 麻烦你了 那我就走了 妈 你等一下 刚才的事情我都听到了 贾浩 你是觉得妈给你丢人了吗 雅丽 对不起 你该说对不起的人 不是我 而是你妈 他寒心如苦 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拉扯大 你却嫌他丢人 他在外面找你 被人欺负的时候 他有觉得丢人吗 人活一世 如果连孝顺都不懂的话 那他就叫做愚蠢 还有 你整整骗了我五年呢 你骗我 你的母亲 已经不在人世 你这样做 还是个人吗 你还配做儿子吗 妈 我错了 你是我最清静的人 我却肆无忌惮地伤害你 妈 对不起 儿子没事 只要你们过得好 妈受点委屈无所谓 妈 啊 这个人就是你啊 这个人就是妈 这个人给了我生命 给我一个